便秘呢 因为它大便里一些有毒的 就是对身体一些不好的废物 它不能及时排出去 它在肠道里发酵 有可能产生一些气体 所以气体逆流呢 有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臭 消化不良的表现 这种呢 一个就是建议病人 就是还是改变饮食习惯 多吃粗粮 少吃油腻难消化的东西 吃一些就是富含纤维素的一些食物和水果 再一个就是多饮水 多运动 按摩腹部 就是在肚脐周围顺时针方向按摩腹部 保证就是一到两天解一次大便 能缓解这些症状 一般我们在遇到这些病人 就是给他一些中药条理 在饮食结构改变的情况下 中药条理 中药主要还是用一些健脾的 促进肠蠕动的 再就化湿的中药 一般就是挡僧了 制食了 厚谱了 依靠 按摩腺部